你真的沒有搭過地鐵的 你以為我想的嗎? 真是靠著門 金鐘轉車 又或者我搭屯馬線 大家如果住在新界大西北的時候 西鐵線的第一班車 屯馬線的第一班車是早過6點的 5點多 5點踏10 還是5點50多分 你就知道整條鐵路在繁忙的時間有多過分 你以為我想靠著門嗎? 根本就逼得呼吸 然後你捱乘客靠著門 再檢查一次 在20小時之前的無線新聞 原來有訪問過 說這句話 那個人叫做工程師學會前會長 九鐵前總裁梁廣浩 他說 事件在全球鐵路界來說也算罕見 認為是太多人倚近列車車門 加上受硬物碰撞 令車門絕落 提醒市民乘車時不要倚著車門 這個問題就來了 港鐵不是第一天這麼迫人 每逢由太子轉車到金鐘串車 繁忙時間 塞滿了人 大家一定要逼著車門 不是第一天的 港鐵即是1980年 1970多年 幾多年通車 80年代開始通車到今時今日一直都是這樣的 但都未試過到門可以飛到街上 那你要答我一個問題 為何這麼多年都沒事 突然之間 今天你就說 因為乘客欠著車門 加上碰撞硬物 所以車門就飛到街上 為何會碰撞硬物 才這麼多年來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到現在儀團都未解開 過了一天的時候 港鐵都沒有交代清楚 究竟你的廣告牌和車門有這麼寬的距離 怎麽都可以撞一撞到車門 然後整個門可以勾了它 或者是戒了它下來呢 車門是不是指責的呢 我想問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香港以前的鐵路火車的車廂 就是南韓的 我想問現在是不是南車的 中國南車公司 就是中國大陸的國企做的 現在這些鐵路車廂 我記得以前 南韓就轉了做藍車了 有沒有傳媒都告訴我們 沒有啦 當然 正常任何一個傳媒 第一件事就是看車廂是哪個國家做的 是不是大陸的車廂 我想說我們 你當香港人傻的嗎 香港人這麽喜歡回到他們 精神故鄉東京 大家早上有沒有在東京 山手線搭過車 你有沒有聽過JR山手線 車門會掉下來呢 人家那個是硬硬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 硬硬關了門 然後全部人的臉 壓住在門那裏 都不見人的鐵路下跌下來 還有當時根本是沒有乘客 壓住車門 現在這些是什麽新聞來的 如果有乘客靠著車門 已經滾下去了 已經是 喂 如果靠掉了的話 就全部紅一聲 一條人龍 已經掉進去路軌那裏 應該就是入站那一刻 是真的因爲埋站才出事才沒有死人 然後大家聽到一聲 可能已經離開了門 所以就已經沒事 正如世良所說 我印象中去一次東京 我去過一次東京 這麼大的孩子 范黃時間 其實看到我們現在 在我們近年才知道 地鐵會有些人 范黃時間 站在車門面前 我們叫那些做波板堂人 找一些牌 在那時候 大家聽到那些聲音 是擋住你 攔住你 不要讓你衝進去 但是日本就不同 日本這個時候 旁邊的那些人 就是把那些人塞進去 關門這樣 是不是 這些門已經是 過了這麼久 你從來這個講 前九鐵高層兩廣號 我聽到這些說話 我覺得不僅是他媽媽 祖宗十八代也要罵 喂 你有沒有可能 第一件事 你要先拘捕乘客 是 這麼大件事 究竟是保養出了問題 檢查出了問題 還是像世良所說 我記得那個問題 其實是 某一些線路 港鐵這麼多條線 有一些線路 是轉了全部都用中國車廂 我剛才做過少許 因為趕時間 我還沒看完資料 究竟是不是這個港島線 不知道 還是某些零件 有些部件 換成中國製造 沒有人知道 就像世良你這樣說 好了 然後你港鐵過了 到現在為止 都未回答到這些問題 而有些人出來說 第一件事 先拘捕乘客 現在就是有些權勢的人 都是用一個這樣的態度 我稱呼為總之屌你老母 什麼叫總之屌你老母 這是我朋友經歷的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天他無端端收到電話 一收到電話 就在一對髒口罵他 他就說 你夠膽你不要再找海庭 你再找海庭 我對付你全家 我對付你 我對付你 我朋友聽完他一輪之後 很耐心說一句 其實你是不是打錯電話 你看一看我的電話 是12345677 你看一看電話號碼 有沒有打錯 然後靜了五秒鐘 可能那個人看一看電話號碼 然後那個人說一句 總之屌你老母 一聲就收到電話號碼 現在所有官 包括港鐵 或者所有大機構 出了事的時候 就是一句白答的 總之屌你老母 是不是這樣 關乎到每天 我們這些市民 搭車這麼大事 到現在還沒交出一個很好的交代 為何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當特首 你說得這麼懂得管治 你能否立即擇成港鐵 多少小時 多少天內交報告 你的候選人 剛才不是說 這麼關顧民生的時候 去港鐵示威抗議了很久 應該沒有聲音 我專門查 我好日都不想TVB新聞 即時新聞網站去查 因為我們看新聞 可能不知道 這些建制派候選人 是去哪裏的 我沒有 我都找不到 暫時 你就看到了 最後就是民生出事 你不要說 你這幫人怎樣完善選舉制度也好 你結果令到香港下一次爆煲的 就是這些民生問題 你試一下 你來多一次這樣 我坐車 你沒有了內部監察 沒有了內部監察 跟著那些所有 叫做螺絲就越來越鬆 以前的 你要定期去領緊它 上緊一些螺絲 撿回這個制度 現在沒有了 立法會沒有了 民主派沒有了 《蘋果日報》沒有了 有的全部變成官宣黨媒 這個自己的香港電台 比黨媒更差 好了 哇 山河一片紅之後就好了 大亂就大智了 那智什麼 智倉的智 你完全沒有監察的話 就開始鬆掉那些螺絲 鬆一下鬆一下 我就說遲早爆大禍的 為什麼呢 就是你看到現在 如果港鐵都 你官都是這樣 最壞你們 2019年上班 最壞黑暴 最壞那些什麼 然後就完全 就將自己的責任全部 撇得一清二楚 當日警暴怎樣濫權 怎樣強行 要繼續審議這條法例 導致到社會大衝突 完全不提 不面對 不承擔責任 一句就說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每一天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打錯電話那個case 對 入電入隔 每一天香港人 就是被一幫瘋癲打電話 到你家的人 然後起電話就說一段髒話罵你 你打開新聞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跟著你說不是喔 不是這樣的喔 不關我們事的喔 接著他就靜默 兩秒之後就說 總之就是什麼 每一天都是這樣 所以你說候選人不回應 有什麼奇怪的 大哥 我的選票 我都坐定一顆六 一定贏了 是不是 我站在街上已經是師尊降貴 大哥 你覺不覺得現在這些建制派的垃圾政客 一些政治黑衣 我叫做 不要說中緣戶 中緣戶很多都是要自己去賺錢的 重要的 然後top up是中緣的 這些叫政治黑衣 大總黑衣 是不是 我現在出來 以前就因為呢 泛民霸著這位 選舉制度 就對我們不公佈 我們就不參與 現在去參與 Come on 就是說以前因為要有評分 由市民去投票選出最受歡迎 林歌聲 所以你就不參與了 因為你又剃頭 是不是 那個樣子又刺 是吧 80後出生的樣子 好像60後那樣 鬼投你票什麼 好了 現在他們參與就覺得難 你看看大爺現在終於出來了 是不是 接著你說 大哥不對勁啊 你唱歌又不行 又走音又剃頭 接著反過來罵你 誰叫人不去投票的 誰就是先顛覆國家政權 違反這個選舉條例 接著你又發覺不是的 為什麼香港研究協會的民調 又可以被人彈 一定不去投票 那麼這個建制派的民調組織 有沒有問題呢 立刻不回答 不出聲 問ICAC下頭就說 個別情況 個別處理 就是這樣 你永遠對著空氣說話 這幫人是不會回應民意的 久而久之 現在我告訴你 怎麼只地鐵掉門 不要說詛咒的 我告訴你 撞車都會 追尾撞車都會 你以為那個代價 真的是民主派去承受 迫地鐵那些是什麼人 我想說 很多是基層市民來的 早上上班那些 站在街上 怨聲載道那些 是基層市民來的 是支持黃祖南 曾志偉 回去看TVB那些人來的 你的子女 你數一下我就說 現在一個星期 有多少時間去了國安教育 國民教育 公社科 初中歷史教育 現在再加上價值教育 五大科 你叫他國際競爭參與 讀這些無謂的東西 我看陶大宇好過 讀來做什麼 勤奴啊 大哥 現在什麼年代 21世紀資訊科技革命 你還在教別人 叫人去勤奴 托200公斤大策不轉波 是嗎 勤奴了 勤奴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還要那個什麼 價值教育協 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一個小學校長 又是拖頭的 我不知為什麼建制派 全部都是地中海的 又是出來說 哇 這個勤奴多重要啊 勤奴 我們當年怎樣怎樣 你都會說你當年 現在還不用勤奴 每天在背書去考試啊 現在那個科技革命的年代 所有資訊 按一下就已經可以拿到 那時候你還叫人家 托迷不轉波 你教出來這些小孩 除了傻的 呆的 剩下的回大灣區發展 所以我就說 最大的悲劇會是什麼呢 20年之後 大家就會發現 離開了香港的人 和留在香港的人 就好像當年我們回到鄉下 看到自己的堂兄弟一樣 那種感覺 是兩個世界的人 一定是 回想回頭 現在他們已經在做這些事情 20年之後 這些小孩長大之後 滿口這些所謂的紅色 基因紅色江山的方話 小學開始每天升旗 培養他們講大話 接受他們什麼價值教育 還是叫他們勤勞啊 大哥 你想回頭 我都說我不跟你講政治也好 我只是跟你講 香港一個國際城市 如果與時俱進的話 我們需要什麼的教育系統 你看楊潤航這個人 每一個星期出來講的東西 除了洗腦的東西 就是有什麼人話講出來 和教育有關的 有什麼 沒有什麼是好東西 總之就是每一個星期都出來 去鞭打香港的人 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是衰格 就像香港特區政府一樣 而慘在這幫人 是不做香港人作為他們的施政目標 然後慘在這幫人 變成低級紅高級客 楊潤航說話 結果教育局說的東西 變成被人拿到這個 AO納稅化的把柄 這件事我等一會再說 我現在說了監製貼出來 今天報紙頭版這件事才是 買了報紙頭版這個鋪天蓋地的宣傳 林鄭所說的就是 原來就是賣報紙頭版 叫人投一票 是吧 但是我們純粹以公關的角度 買廣告的角度來講 是吧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氣了一些 不過以我來說很久了 你們這些人都是躺平的 整個這樣的廣告 首先這句口號 為港為己投一票 好像剛才那個鏈條式民主那樣 為港為己投一票 還有那個版面設計 大家想想 如果大家還在香港的時候 今早上我看到的 這對報紙 報紙是摺了一倍的 所以就像你放在報紙上面 你寫著為港為己 你不知道你幹什麼摻的 至少你有些少少的sense 你知道報紙摺疊的設計 在平時放在便利店 放在報紙攤檔 怎麼賣的時候 你是不是投票 應該是放在報紙版面的上半個 大佬 這些基本的設計 我告訴你 逐樣跟你討論 第一 講個graphics 所以我就說 見微知著 大家不要說這些東西 是trivial的東西 就是瑣碎事 見微知著 新聞處長為什麼要申請調職 是有原因的 第一 那個圖 我們叫做這些 叫做什麼呢 是在那些image bank裡面拿出來 image bank是什麼呢 是現成的graphics 是最便宜的大部分 網上很多這些所謂vector 尺量圖是不用錢的 我不知道新聞處做這個廣告 究竟用了多少錢 是竟然用這些image bank的graphics 第一 第二 12月19日和底色 我們叫做癡底 這個我們做傳媒 做graphics 你有沒有這個專業常識都好 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就是兩個色不可以重疊 你看12月19日 8點半至10點半那些字 你看不看得到 看過去 是不是 這叫癡底 同一個色系 好了 反白 反白 剛才所說的就是報紙接了 維港維紀走到上面 投一票走到下面 接了之後 維港維紀是不知道什麼的 你一看 就知道這些是建制派扑街宣傳 看都不會看 第三 去到那個slogan 維港維紀 這個和投票的迫切性是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可以套用在萬能key那裡 是不是 維港維紀打疫苗 又可以 維港維紀反送中 又可以 維港維紀打倒林鄭月娥又可以 是一個沒有針對性的一個slogan 所以我說全方維倒退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看香港70年代 香港新聞處 由外籍英籍的領導 去做出來的清潔運動 平安小姐的宣傳 你一比較 你說香港進步還是退步 是比我們小學年代 你看官宣看到的 現在所有這些在國際傳媒登的廣告 我不明白為什麼全部是用image bank的圖 為什麼要給這麼多錢去買廣告位 而製作不做好一點點我想問 我不跟你說政見 我也說了 我不說投票這件事對還是不對 應不應該投票 我只是討論你這個宣傳 將納稅人的錢 大陸 建制派送給林鄭寬送她那張卡 說找人弄的 這個梁君彥立法會主席 又是在image bank拿出來的卡通 然後強硬好像手指 用剪刀剪林鄭的頭 就黏下去這樣 衰個幼稚園學生做容作 為什麼呢? 跟著判出去的那些公司 大家再慢慢 沒有人追查了 現在究竟接這些 新聞署的公司是什麼公司 是以前的沙龍廣告 還是現在的建制派的公司呢? 所以你不是全崗位倒退 就算是外面的廣告公司 通常都是給三個code 始終是一個異熟的 一定是 就算他拿上去pitch的時候 他就會看這幫官 其實他喜歡些什麼 你看到這些的廣告宣傳 不痛不養 沒有效力的 最穩陣 不會出事 他們現在的心態就是這樣 你最近有沒有看過新聞 稅務局有一個人去問 上司究竟不宣誓會有什麼後果 就是被人解僱了 現在進行消息 退休 他不是吳崎憑話 他是問的 問也不行 跟你剛才說打錯電話 一輪臊巧叫你不要再找海庭 最後總之就是小器老母 還有什麼分別 你看到這些報紙 頭版 這些廣告 比小學生還差 我告訴你 小學生是用Apps的 都不會做到這樣的水平 但是在imagebank找圖 貼地 然後上下接著兩句話 不貼在一起 還有一句 萬能key 可有可無的 你買來做什麼 萬能恐怖的 就是浪費錢 這個突然追求炮火 只不過是做了 That's all 交了差就算了 這些就是慢慢的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再下去不影響民生 打死我都不信了 是不是 你說只是政治 現在沒有了 公民社會的上街遊行抗爭請願 什麼都沒有了 應該大治大亂 如果用它的說法 大亂進入大治的話 為什麼它施政質素會江河日下呢 這個築政 這三年來 所有的問題就是完全是毀過於人 將自己管治的失敗 由社會裏面某一部份人去承擔 由出來大聲反對的人全部拘捕他們 判監以連計 你想想 美國隊長的上訴案竟然派過法輪處的人去監獄裏面 跟他說 叫他不要找這個夏博義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 然後叫他換人 安排另外一個被他 唐英傑案也如是 很多人不明白 以為這樣就控制著那個法輪 以後我們死了 官派律師幫我們 為什麼在這些重要的國安上訴案裏面 他才會動呢 關鍵就是 因為終審法院的判決 仍然未100% under control 所以他在中間就代表了 官派律師的受罪 代表其中的上訴 就是廢了終審法刑 想像一個政見 和政權相反的建制派代表你 你會不會再上訴呢 你隨時想想 上訴會不會再加刑呢 已經九年了 大哥 你從中漢流 美國隊長到唐英傑 你這樣看下去 你除了認罪還有什麼選擇呢 已經夾到你這樣的地步 所以你看到整個體制那種急速敗壞的原因 不只是大陸那麼簡單的 不只是中共的 是香港這一邊的港姦系的全面動員 而港姦系裡面 不是工聯會 民建的中聯辦 因為這個系統 1997年代仍然存在 為什麼97年到19年沒有發揮過作用呢 包括大公民會 如果是的 應該 那時已經發揮作用了 是因為當時的行政當局 是仍然相信自己是一個所謂 honest broker 的角色去平衡兩方面的政治利益 不全面倒閉去這些共產黨的 再講的港共系統 現在 現在是港共再加中共政法委系統 一起用的搜查來 而特區政府以林鄭月娥為首 包括插下來的政務司司長 港版國局局長 特首辦主任 建制及內地事務局長等等 這個紀律部隊系統 實際上是直接控制了香港的行政機關 所以你問一問 吳宣誓的後果 即走 由聶德權 湯騰華這些所謂港英公務員 全面配合 還要做到加零一 方死自己政治不夠紅 於是就告訴大陸公務 我們叫做鴉片戰爭裏面 大英軍進去廣州 攻打廣州那些所謂大陸公務 阿群帶路啊 香港都一樣 就是告訴他們 進去這間房間 按這個按鈕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下一步 鄧炳強 李家超講 網絡安全法 我告訴你 中共三大法寶將會在香港實施 就是全面控制香港的數據 網絡安全法 數據安全法 個人算數互法 三大法寶全面會在香港實施 不只是打擊打新聞 然後將數據 由政權獨家壟斷了這些數據 去作出更嚴密的監禱 你以為只是教育小孩嗎? 怎麼會在一個Omicron 肆虐的情況下竟然通關 然後逼你們那些人裝這個 這個薛永恒是不是說謊的? 一定會有數據傳送的 因為這個是屬於 中國的數據安全法 裡面的法律要求來的嘛 所謂關乎國家安全的東西 那個數據的收集 國家有權的數據收集 這個是數據安全法裡面的 其實不是網絡安全法 網絡安全法 李家超講的是假新聞 那些 但是數據安全法是講現在安心出行的這些數據 是要送中的嘛 有沒有人出來解釋的? 沒有的 現在所有政策出台是不需要解釋的 你一反對就說你別有信心 煽惑 我有朋友教書 我問他最新的教育界 或者他面對的處境是怎樣的 他很笑他的說法 就是你知不知道我教 你也記得我教通識和中士 現在就等於教這兩科 也等於半隻腳站進集中營 然後我再問他 現在學校會不會打針 或者一些強制安心出行的東西 你有沒有收到封 教工會不會做那些東西 然後他說 預料好了 我自己申請 自己申請做孟晚舟 就是帶著電子腳療 上班了 好了嗎? 如果不是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說法也對 其實這個目標就是全香港人在溫高華被拘押時 由孟晚舟那樣 索性就是全部人帶電子腳療 我覺得這個目標 我在上星期也說過 已經將將明昇 很明顯的 我想多說一些剛才的一句關於選舉 因為迪志遠賣的廣告就說你想清一色 你不是只想清一色嗎? 你剛才的全部版面或一的同一份廣告 你不見了什麼叫清一色 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 根本就已經是清一色 你有這麼多錢 大工一個廣告 文匯一個廣告 升到一個廣告 你說像林鄭所說的鋪天蓋的宣傳 我都會看一看 原來你把不同的廣告 都賣同一樣東西 也算是新意 不是 你真的清一色 還有我不知道誰幫迪志遠想的 這個公關上也是很濕的 問你的仇眾 你是不是真的想清一色? 如果懂得打牌的人 我覺得清一色會比較好 你問人的時候 好吧 我跟曹總當時做節目 引了一個例子 就是 Big Mac 在美國打輸給麥當勞 其中一場廣告的案例就是什麼呢? 因為美國 或者英國 歐洲的麥當勞 是有一件事叫Quarter Pounder 香港是間中才有的 Quarter Pounder 即是四分之一磅的漢堡扒 那麽很大份 那 Big Mac 當時曾經是想要打這個Quarter Pounder 我就同樣價錢 但我都知道我是一三的Pounder 分量多一點 同樣價錢 是否可以打倒你 不是 最後反而結果都是輸的 後來再找人 即是開觀驗屍 原來發覺就是消費者或接觸廣告的受信息 三一定是少於四分之一 所以反而這樣實際 沒人買 同樣道理的迪志願 你問人的清一色 你是不是真的想清一色? 當然了 我當然想清一色 如果我真的懂得打牌的話 結果現在就做清一色給你看 現在最主要就是 第一 你要想一下這句話 誰說出來 出戰迪志願把口就沒人相信了 因為這個現在不是清一色 這個是人切來的 是共產黨的劇本裏面的角色扮演 就是李阿西做媽媽 李阿西做個兒子 其實你事實上不是母子亂倫 是一個人切 愛情動作片裏面的人切 目的就是讓大家看起來開心一點 這些叫義母系列 最好笑的就是他做假 然後香港人看到他做假 他又看到香港人看到他做假 但是他仍然繼續要做假 還要逼你參與做假 我不要看陶大宇 如果是這樣 我想說 就是義母系列的設定 就一定不是真的跟自己老母 是跟一個繼母而已 所以高登有個網名就叫做雞兒動母 是的 就可以迷述這個義母系列的 但是就算是說 應該是回歸了之後 那些選舉的宣傳都不會這麼濕糕 我見過回歸前後的有一次選舉 他有 都是選舉可能正首主題曲 唱歌 我還記得是找譚明倫有份唱的 但是很洗腦的 還有你不覺得討厭 那時候那些選舉的政府的宣傳 我記得是投下我的一票代表一切愛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也挺啟蒙的 我應該回歸了之後的 那時候的水準也沒有那麼差的 我還記得一些歌詞 為我加美未來 優美未來 大家同方向 為美好前途不斷開創 為這家添淨財 多志多才 為我們將來投下我的一票代表一切愛 那些歌詞是很明顯的 但至少的訊息是很清楚 而且也很狼狼上口會洗腦 就是不難聽 那時候小時候有這樣的印象 都留給我 但是現在為你找譚發出來唱這首歌也好一點 沒有啊 就這樣 就叫鋪天蓋地的宣傳 然後每天早上我見到就是輕鐵站門口 那些阿嬸 尤其是現在天氣冷了 插著兩支旗 播著 播著綠音帶 然後大家都知道做場戲的 阿嬸派傳單也在這裡 在這裡很放鬆的 整個氣氛 你就看到這根本全部集體躺平 如果你要罵人躺平的話 你現在選舉這群人根本就無法放鬆 然後李慧琦就開始罵林鄭 是你做得不好的 我不知道林鄭有什麼時候 以她的性格賺回候選人 你們沒有盡力去宣揚 結果真的不是因為有什麼有心的人 杯葛 實際上你這麼短時間 你就改了選舉制度 而大家不熟悉 你又沒有宣傳過 香港民言的民調 都反映了現實 你又不會聽 第一件事 你就說人家違法 當中不是問人投不投票的問題 當中是問人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選區是誰 選區裡面有什麼候選人 六七成人都不知道 怎樣投票 你這麼短時間就改選舉制度 你有沒有想過要時間宣傳 要時間教育 你經常說教育這麼重要 楊潤雄 經常說要人洗腦 想貫徹中央的政策的時候 你想想 但實際上 你當年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時候 你當所有人都是掌心雷教婆 現在 好了 他當所有人都是傻的 你明白嗎? 我剛才說的 你做假 香港人看到你做假 你又知道香港人看到我做假 然後你繼續要做假 還要逼香港人去接受做假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不是看陶大宇 起碼他唱 他是真唱 他台風好 什麼都好 潑水手好 什麼都好 他是真唱 現在不是 他咪嘴 然後叫你告訴他 要我們拍手掌 說唱得好 罵不行 傳媒如果出來批評智慧監獄 就為之偏頗 接著就動你善壞 所以說他遲早動立場新聞就是這樣 每一次都是針對立場新聞出來 為什麼 因為當蘋果那些沒有了之後 第五排站了第一排 這個就是左的邏輯 因為你原本就只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 不出聲 好了 到你前面出聲的那些被人批鬥了 下放了 下去牛潭了 接著你站著站著 你就站著第一排 然後你就在一個封口位裏面 所以整個左的邏輯一開動之後 是殺停不了的 我覺得 是殺停不了的 現在教育如是 傳媒如是 所以所有的這個選舉也都不會有高民望 但是他會為自己投票的失敗去找代罪高揚 究竟是Robert Jones 鍾建華還是誰 現在已經穩定代罪高揚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沒有可能承認 好像你剛才說 是因為他短期內更改選舉制度 而更改之後 連任何的宣傳都沒有 就逼人去投票嘛 而那些投票的人 他也都沒有心疑意熟的候選人嘛 然後就強行人設 角色設定扮演 黃盛戰 迪志遠 宏檢基 湯渣華 你們自己扮民主派 就是這個叫做人工的這個義兄義務系列 於是香港人說不是的 你做假的 新白輪不是這個平衡來的 這個natural milk 不是這個日本無印Muji來的 你刺出來是你不對 抓你 好 那個後果是什麼呢 我自己說 這些春央街的大媽 你不死出來留置 你一死出來 動在那裡督眼督鼻 每一天你經過炮台山站上班 都看到他們在提醒你 應不應該去投票呢 你自己覺得這麼厭惡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動機 好 再看今天的報紙 那種這麼低水平的宣傳 你作為一個正常的香港中產 你為什麼不去參與呢 當香港中產全面 躺平的時候 這個就是香港政治管治 急速敗壞的時間 因為一定是劣幣驅逐良幣的 你以為現在那些上去立法會 不會監察政府是衰革的 不未到 跟著就變成立法會裡面 只有一個派系 就是叫做歌德派 不是這個什麼 那些音樂裡面的歌德派 或者這個德國文豪歌德 而是歌功重德派 就是一林鄭講完 下去答問大會之後 起立鼓掌那一隻 或者未來新特首下去接受答問的時候 起立鼓掌那一隻 五十人一起鼓掌 然後發表演說的時候 中間停頓 停頓位就是等你鼓掌 如果你不鼓掌 你以為就是 立法會沒有得拉布了 沒有得監察了 沒有得審議法案了 財政預算案了 認真審議了 不是啊 未到最噁心的 我告訴你 是不准躺平的嘛 現在那個要求是 不准躺平你就要起立鼓掌了 跟著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 就由中共派官員 address 立法會的大會 你說會不會 一定會 駱惠寧去立法會發表演說會不會 一定會 夏寶龍 輪著來 郭聲君 郭書君 政法委書記 大哥 你是地方議會而已 廣東省人大都不如地位 那有什麼問題呢 久而久之 十年 二十年下落 你以為香港人會調教下面會變成怎樣 就等於我就說 當年我們回鄉下 為什麼看到那些堂兄弟 為什麼他們這樣的呢 每個粗口爛舌的呢 每個躲在地上的呢 我們小學已經覺得為什麼這麼不同呢 香港人跟著二十年之後 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就會變成這樣了 不是毀眉不振 而是見到你 你記不記得你小時候回鄉下 那些親戚見到你是不會說話的 只有打聽你在香港賺多少錢 到今天 如果你在內地認識的朋友 跟他說共產黨 說大陸的政治 就算無論他的政見立場怎樣都好 他都會迴避表態 他只會說 這些東西見仁見智 我又不知道那麼多了 他就這樣說我 那我就相信了 你想想你們跟大陸的親朋戚友接觸 或者同事接觸是不是這樣 即是說將來我們跟香港的親朋戚友 或者我們同學的下一代 留在香港的人接觸的時候 他們吃飯就是這樣 加拿大一位叔叔回來 說你香港的情況 接著那個小孩就是 這些東西見仁見智 2019年發生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那麼多的